新外疫情持续的延烧 花莲市公所31号下午是特别针对了市场周边环境 执行预防性的消毒工作 市长蔚家贤也前往了现场关切 并恳请民众务必要全力配合防疫措施 每周一、二、四猪肉摊休市的时间 市场里的摊伤也会比一般时间来得少 因此花莲市公所特别选在31号星期一 针对花莲市各公有传统市场执行预防性倾销任务 那在我们公有市场的部分 几个市场不论是重庆、中华、复兴、大统 都有持续在做相关的消毒 那我们希望说确保民众跟我们摊伤 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能够购买的部分 那我们在做相关的预防性消毒 那也希望所有的摊伤都能够配合 那更希望大家未来在采买的时候 都能够自主的来做相关的一个分流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一窝蜂的挤在一起来 抢购食物、抢购一些物品 那物品的部分我们在花莲的地方 其实物资都非常充足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情况 抢购的情况或囤积的情况 那也希望大家进到市场 按照市场的规定 扫QR Code 进到市场后一定要把口罩都带紧 那采买的时候也不要多停留 那买完就赶快回去 那切勿留在那边聊天 31号下午市长温家贤 亲自前往复兴市场 视察清销作业的执行状况 感谢队友们的辛劳 也表示特别加强预防性清销 就是希望能够确保摊商及消费者 有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 因此期盼摊商能够全力配合 主动将营业环境整理干净 也呼吁消费者不要轻忽疫情 都能够确实做好防疫措施 据学历琴华联市报道